好真的是太没有同理心了 在桃园中正路上 由于两辆车围停在公车站牌前 害得这位独角阿贝 因为怕来不及上公车 因此呢 他就站在马路上等公车 有民众看到觉得这样很危险 请驾驶一车 没想到两位驾驶 一个装作没听到 一个专心当低头足玩电脑 让他气炸了 把照片拍下来 PO上网 照片中穿着衬衫 一手组着长拐杖 另一手还要握着小拐杖 才能行走的阿贝 站在马路上等公车 看起来危险又无奈 我好像有看过 一向中有一两次这样子 他是站着还是坐着的 通常因为这边没有座位 都是站着的 虽然站牌旁 有时分可以坐的休息 但当时有两部车 就大剌剌的违规停 在站牌前的公车停等区 行动不变的阿贝 担心来不及上公车 只好冒险站在马路上等车 一名女网友看到不忍心 请驾驶一车 没想到两名驾驶 一个装没听到 另外一个当低头族 独角阿贝就这样 站了15分钟以上 上公车时还一度软脚 差点摔倒 让他直呼太心寒 把照片拍下来 PO上网 警方表示 其实这个路段 常有车辆围停 以后会加强巡查 只是民众为了贪图方便 违规停车 还当作没看到 冷漠的心 网友大骂 要人肉搜寻 揪出这两个违规恶霸 周天新闻 简正峰 桃园报道 好 好